我还是先简单一下介绍我自己 我是明信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早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贸易经济系 05年经过一年的学习 获得了约克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 08年取得加拿大注册管理会计师资格 现在叫做CPA 09年取得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资格 OK 2018年经过试次考试 又取得了加拿大信托和遗产职业者的资格认证 我是NBA毕业以后是在银行工作了五年 然后就出来开始创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到现在已经12年时间了 我是比较专注于新一名和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税务规划的注册会计师 除此以外 我又是财税知识最全面的人寿保险经济 和IFA保单抵押贷款专家 所以我基本上有这么三个角色 那么今天讲座的提纲大概有这么十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开始一个个的来讲 时间可能会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首先当我们谈到这个制定退休计划的时候 我们先要知道到底从哪个地方下手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是要你计算你退休以后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够满足你的退休生活 在此基础上呢 你要谈点一下你退休以后呢 能有多少保证的终身收入 那这个呢是最主要的是指的加拿大政府 你即使一天都不工作 只要在这边住满一定的时间保证给你的收入 和你可能有单位的那种保证的这个退休金 是这些东西 你要计算一下你这方面能够有多少 然后在这基础上呢 你就要确定你到底还有多少缺口 这样呢 你就要看看你退休之前要自己要积累多少财富 在你退休以后不工作的情况下呢 你能够用这些财富 加上你前面确定的你的这个政府和你的单位拿到的保证的这个终身收入 这个加在一起这所有的钱能够支撑你退休以后的生活 所以的话呢 你要确定你要有多少钱你才能退休 好 然后呢 你就要看看 当你这个钱不够的情况下 你就看看你是否需要调整你当前的消费方式 比如说要少消费要存更多的钱 然后呢 你要调整你预期的退休时间 比如说很多人都想 我能够50岁就退休 但是呢你发现你钱不够的时候呢50岁你是退不了休的 你可能要退到55岁60岁甚至65岁才能退休 OK 好 那 同时你要审查和调整你目前的投资组合 因为你为了退休你要存钱 你肯定是要把钱放到一个投资组合中间去赚钱 这样才能更快的为你积累退休所需要的财富 对吧 那你要看看你现在的投资组合他到底合不合理 使他更有助于实现你的退休计划 然后呢 等你真正的退休以后呢 那你也要需要知道你怎么样来规划你退休以后的投资和财务 这个安排 OK 大概就有这么几个步骤 我们一个个来讲 好 好 你退休以后需要多少生活费 怎么来统计这个数字呢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很好用的软件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软件 一个叫Mint 一个叫Quicken 这个呢 你到网上都能够设计都能够找到 有网络版 也有这个下载下来的这个这个电脑版 那呢 他会跟你的银行账户的链接在一起 他会跟你很快的跟你的归大归纳统计出来 你到底每一项每每个月你的开支 你支出的钱都花到哪些地方去了 所以呢 你用这两个软件呢 可以更好的来整理来追踪你的消费 这是 这是这个起点啊 先要追踪你当前的消费 那 你 退休以后呢 有一些支出是会自动减少的 去说你的收入降低了 你的所得税会降低 那你也不用再从收入里面 拿出钱来供CPP和EI了 你公司的养老金供进去的这个 本来要供养老金的这个呢 也降低了 还有你可能根本不用供RSP了 你会省掉了你去上班通勤的费用 省掉邮费停车费 还会省掉因为上班而发生的 午饭和服装的费用 还有就是你要因为上班 要买的商产保险 那么这些费用呢 是退休以后自动会减少的 那有一些费用呢 退休以后呢 不会自动减少 比如说 你的房屋贷款 如果你退休以后还没有还清的话 你依然要供房屋贷款 对吧 那就是你房屋的一些维护的成本 比如说地税 水电费这种东西 你的车子如果还有贷款 你的车贷 或者是你的车子是历史的 还有历史的payment 这些是依然要付的 这就是你日常的开支 你的子女的教育 如果你退休以后 你的孩子还没有大学毕业 没有经济独立的话 再就是你要出去度假 对吧 还有你的一些医疗费用 再就是如果你的人寿保险 还没有付清 你依然要付人寿保险 这是退休以后 不会自动减少的支出 那退休以后呢 也有一种支出 可能会增加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这个医疗费用 政府的医保 不cover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某些处方药和新药 牙医 物理治疗 救护车 配眼镜 旅游保险等等 这些费用呢 有可能因为你年纪大了 反而会更多 OK 好 当我们把你的 把你的这个支出 退休以后 要多少钱的支出 统计好以后呢 那我们再从收入 这个方面来看看 首先我们看 退休以后呢 你会有多少 保证的终身收入 就是刚才讲过的 那么这个保证的终身收入呢 主要呢 有这三大块 第一块呢 是政府的退休金 这个是主要是OAS GIS等等 这个呢 是你即使一天都不工作 只要你在加拿大住满十年 政府每个人 根据你的收入都要给的 第二大类呢 是加拿大的退休金 或者是魁省退休金 叫CPP或者QPP 第三大类呢 是雇主提供的退休金 那么这个雇主提供的退休金呢 又分成defined benefit 和defined contribution defined benefit呢 目前呢 是政府和一些比较好的当位 会提供 比如说银行 银行据说最近都不提供了 前些年是提供的 那么这个define benefit 我们减存DB呢 它是雇主保证你终身 能有多少收入的 它的风险是由雇主负责 而我们平常说的DC define contribution呢 它是并不是保证的 是你由退休者自己来承担 这个投资的风险 也就是说你退休以后能拿多少钱 是保证不了的 所以呢 主要 退休后你能够保证的有终身收入的呢 就这么三大块 好 下面我们来一块块的讲到有多少 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OAS高龄保障 它适用65岁以上的这个人士 必须呢 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合法的居民 也就是说要有PR 或者是citizen OK 18岁以后呢 居住的加拿大满40年 可以拿到全额 它又分成两种 一个是如果你想 在加拿大 住在加拿大境内 才能领取的话呢 那你在加拿大居住10年以后 就可以申请 但是你离开加拿大 又个月呢 就会停放 第二种呢 是境外领取 只要你在加拿大居住20年以后 你申请 你不管退休以后 是在境外还是在境内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OAS 那这个OAS的额度呢 是2022年的四季度呢 最高每个人每个月 是685块5毛 那2022年能拿到的这个额度呢 就是从2022年 这个7月1号 可以拿到的额度 是建立在2021年的基础 收入的基础上的 所以呢 当你2021年的个人收入 高于79000多的时候呢 这个OAS就开始减少 每超出这个数额一块钱 OAS就减少1毛5 那么根据这个 配置来计算的话呢 当你个人收入2021年 在129757以上的时候呢 那么你这个OAS600多块钱就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Cloud back 扣回了 这个OAS呢 它属于应纳税收入 它不是自动给你的 至少要提前半年申请 可以往回补11个月 就是如果你晚申请了 你65岁过了 那你可以往回补到11个月 到你65岁的时候 过去65岁嘛 65岁开始拿 65岁呢 是可以开始领取 65岁以前呢 不能领 必须到65岁才开始领取 你每推迟你一个月呢 可以多拿0.6% 也就是说 你如果到70岁开始领取的时候呢 你可以多拿36% 这是第一个 OAS 那么呢 最统计呢 95%的加拿大人都能够拿到 OAS 多多少少都能拿到 因为退休以后收入高于7万9的人 大概也只占5%左右 第二个呢 是给低收入的老人的 我们叫做GIS 保证的收入补贴 它呢是 必须是已经在领取OAS的老人 才可以符合条件申请 额度呢 取决于你的婚姻状况和收入的多少 那么这个GIS本身是给低收入老人的 所以呢 它是不属于因纳税的收入 在计算 你能够拿到多少GIS的时候呢 这个OAS和5000以下的 挣得的收入呢 是不包括在内的 那每两块钱 你的收入 就是减少一块钱的GIS 那么刚才说了 OAS跟5000块钱以下的挣得的收入 是不包括这个在这之内的 除此以外呢 是你其他的收入 每增加两块钱 你就GIS就减少一块钱 如果你没有领到全额的OAS 就是有的老人他没有住满40年 对吧 那他的OAS领不到全额的 但是如果他的收入比较低的话呢 这个差额的部分呢 会要加到GIS里面去 2022年的四季度呢 单身最高每个月是1023块多 夫妻呢 最高每个人每月是616块 616块3毛1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的作用就是呢 要让老人能够一年 大概有一个 一个月大概有个1000块钱出头的收入 能够保证你的最低的生活 你看他夫妻两个人 是加在一起只有1200多 而你一个人的话就有1000块钱 对吧 因为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他有些费用会比较低 比如说房租是吧 那么 什么情况下 GIS完全都扣回给政府了呢 你的单身收入 在20784以上 这是指2021年的收入 然后夫妻年收入呢 在27000多以上 那么呢 你2022年7月1号开始 可以拿到的这个GIS 就全部扣回给政府了 这个GIS呢 是离开加拿大 6个月以后了就停放 第三种政府给的 叫做Announce 他的规定呢 是配偶在民取OAS 这个人呢 你自己呢 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 18岁以后呢 住在加拿大 至少要有10年 那么2022年的第四季度呢 最高每个人每个月呢 是1300多块钱 不期公同年收入高于38000多呢 全部扣回给政府 他是不属于应纳税收入 也是他就是属于免税的收入 OK 满65岁的时候呢 这个Allowance就换成OAS OK 离开加拿大6个月 同样的停放 第四项呢 叫做遗嘱津贴 叫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他的适用呢 的人群呢 是上偶 18岁以后呢 在加拿大要居住 至少10年 年龄在60岁到65 64岁之间 2022年四季度呢 最高每个人 每个月是1500多块钱 年收入高于27000多呢 全部扣回 他也不属于应纳税的收入 满65岁呢 换成OAS 同样离开加拿大6个月以后 停发 停发 如果你是再婚 或者同居一年以上 这个也会停发 好 上面讲的呢 就是政府 在你 从来都不工作的情况下 也会给你的这个保证的收入 好 那下面讲的这个CPP呢 是你只有在加拿大 有工作过 或者有做过生意 就给加拿大政府交了税 那呢 你才可以拿到的这个收入 它的适用范围呢 是首先你必须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合法的居民 必须曾在加拿大工作 或缴纳过CPP 必须要申请 最早在60岁的时候呢 可以开始领取 通常65岁开始呢 是领取的标准金额 每提早一个月呢 每个月要少拿0.6% 每推迟一个月呢 每个月呢 可以多拿0.7% 那CPP呢 每年的1月份呢 是会根据消费物价指数 来进行调整 2022年每人每月退休金 平均的领取金额 是737块8毛8 一个月 然后呢 最高 就是可以领到这个CPP 最高金额的人呢 每个月呢 可以领到1253块59 那作为我们华人 新移民的话呢 一般来的时候 开始工作的时候 可能都是 像哪一代的移民 都是30多岁 40多岁了 所以呢 可能连这个 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拿到这个最高的CPP 这个金额的 所以呢 肯定每个月 应该就是平均几百块钱 这样子 这CPP 另外这个CPP呢 还有商财津贴 遗嘱津贴和增顾津贴等等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商禅了 他会给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拿CPP 然后你就生雇了 那你活着的配偶 或者你的未成年的孩子呢 他们呢 会领到你的CPP 就是把CPP呢 不可能让你白交了 那就会发给你活着的配偶 和这个孩子 OK 当然如果你 你过世的时候 你既没有活着的配偶 也没有未成年的孩子 那这个CPP就 会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给其他的人享有了 这个是 CPP的这个怎么样 才符合条件 领取的金额 那么呢 这几年呢 政府呢 又出台了一个叫做 CPP Enhancement Enhancement 这样一个计划 因为呢 很多人抱怨呢 现在的退休金太少了 这个CPP最多才能拿到 1000多块钱 所以呢 CPP呢 供款了 从2019年 开始呢 从19年的5.1% 逐步提高的到 今年的5.95% 那么这个5.1也好 5.95也好 是 雇员自己供这么多 雇主还要帮你供同样的金额 OK 实际上加在一起是10%以上了 百分之十几 对于收入 收入高于CPP供款上限的人呢 024年跟25年呢 还要额外供款 4% 这个4%呢 是他有一个封顶的金额 减掉CPP供款上限 乘以4% 这个封顶的金额呢 我这里也查到了 2024年的是 73200块钱 2025年呢 是80300块钱 这个数额 减掉你当年的 这个供款上限 再乘以4% 就是你额外要供进去的 OK 那么 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 CPP 今后退休的人 最多应该可以拿到 希望你能够拿到 2000加币以上 那么这个CPP的 enhancement呢 对已经退休 和马上退休的人呢 影响是很小的 只是因为你都没有交过去 你当然也不会 能够拿到这么多 对吧 你也不用交了 交这么多了 好 那么第三个 第三大块 就是能够给你提供 保证的终身收入的呢 就是刚才讲的雇主 就是比较好的雇主 提供的 这个 Defined Benefit 这种退休金 这个呢 员工在退休以后 你领取这个退休金的时候呢 是全额纳税的 他供款的时候呢 是要占用 占用RRSP的空间的 那么这个RTP呢 是你的雇主 帮你供的 对吧 那完了以后 雇主呢 帮你把这些钱 拿去投资 那雇主承担 投资的风险 等到你退休以后 怎么来计算 你到底可以领到 每年领到多少 那个退休金呢 这个DB Defined Benefit 一般是按照这种公式来计算的 它是根据你的公邻 退休前的收入 来决定你退休以后的终身收入 它乘以一个系数 由雇主承担 是个风险 投资的风险 比如说 这个人 退休以前 他五年的平均收入 是十万加币 然后呢 他为这个公司工作了三十年 然后呢 这个系数呢 一般都是2% 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呢 他就能够退休以后 每年能拿到六万块钱的退休金 相当于是60% 如果你是40年 那你就可以拿到80% 刚才前面也提过 现在的绝大部分的雇主呢 都不提供DB了 都提供的是DC Defined Contribution 那么如果你是这种 雇主提供的退休金的话呢 就要根据你供款的额度和你 你选择的这些投资的投资回报 来决定你退休以后能够拿到多少退休收入 这个呢 你就是没有保障的 你如果投资做得很好 很成功 拿得多 投资失败 你可能拿得很少 这个呢 就由你自己来承担风险了 OK 那前面呢 就讲到了这个 就是你退休以后呢 基本上你能够知道 保证能够拿到多少钱 前面这三块加在一起 你是基本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OK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你再计算 你退休的时候 你需要积累多少财富 这呢 又有两种方法来计算 当然你可能还会有别的方法 我们这次只是 介绍的是两种最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参考 方法一 你退休以后每年的支出 就是你根据你的第一步算出来 你退休以后有哪些支出会减少 有哪些支出是不变的 有哪些支出会增加 那你计算出来 你退休以后要花多少钱每年 然后减掉呢 刚才第二步算出来的 你能够从政府和你的当位 能拿到的保证的终身的收入 这样一个差额就是你自己要攒的钱 你自己要产生的投资 要产生的收入 对不对 这样一个差额 每年需要的这个这样一个额度呢 乘以你退休的总年数 就得到你需要多少钱 你在退休的时候需要多少财富 你才够花 你才能退休 对吧 好 我们举个例子说 你计算出来 你退休以后每年要7万的支出 然后减掉了 你有3万的保证的收入 这样的话呢 你的缺口是4万 然后你预计你退休以后呢 还有30年的时间要活 那么你就要1.2个mini 那么这种方法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 你也可以说你这个7万块钱和3万块钱 这都是税后的需要的这个这个钱 OK 那乘以30年 这1.2个mini呢 就相当于你每年从1.2个mini里面 拿4万块钱出来 补充你的退休生活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1.2个mini 你这个钱 你不可能放到这个check account上面 你还去投资 还产生收益的 对不对 这根本都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只是考虑说 你有1.2个mini 这个钱基本上你够花了 也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等等 好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退休以后 你每年的支出减掉刚才的 说的保证的终身收入 除以你的投资收益率 好 我们举个例子 还是一样的 你退休以后每年的支出 要7万块钱 然后减掉3万块钱 你确定你已经可以拿到的 保证的终身收入 然后假定你的投资回报率 是4%的话 你倒推出来 你要有1个mini 这1个mini呢 你放到一个投资里面 每年给你谈产生4%的回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用来补充你的退休以后的生活 那这种方法呢 我们 这个4%4万块钱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税收的问题 对吧 而且我们 是假定 你用的只是这1个mini的 4%的回报 投资收入 而本金我们是不踏起的 第二种方法呢 是建立在这种商品上面的 所以呢 这两个方法呢 都不见得是非常的完善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方法 只是说给大家这么一个 一个参考意见而已 具体怎么算呢 你自己应该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一些加减 好 我们来看看 你什么样的一个退休以后 你希望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准 那么呢 你需要乘多少钱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假定投资回报率是4% 这个4%的投资回报呢 还是比较保守的哈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一个中等风险的投资回报应该在5到6左右哈 那么咱们按照4%的投资回报来看 如果你一年想要4万块钱 作为你退休的这个花费 你退休的这个这个这个退休金的话 那你只需要一个明年对吧 你就可以退休了 那随着你对你的这个 预期的退休金的每年的退休金的增加 那你需要在退休时候的拥有的财富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当你希望你退休以后每年有20万的这个 这个收入的时候对吧 那你就要有5个million 你就有500万 你才能够满足你这个20万 能够给你产生20万的收入来满足你的退休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 OK 所以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退休 你需要的钱真的是可以不多 也可以很多 所以呢 我一般是给我客人在讲课的时候 我一般说的话呢 你如果要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在你自己的主要住宅父亲的情况下 如果有4个million 那么4个million乘以4%的回报 你就有16万 那么你如果有16万 那你的生活就应该是OK的了 就是一事无忧的了 当然很多老外不这么认为 很多老外认为我一个million 我甚至1.5个million 我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这每个人的想法是 要求是不同的 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什么时候你应该开始为你的退休做准备呢 一句话越早越好 OK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举了个例子 你如果说每年投5000块钱 一共投10年 OK 以后再也不投钱了 咱们假定按照6%的年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你25岁开始做这个事情 等到你65岁退休的时候 你就有了42万5 如果你 如果你55岁在开始做这个事情 那你到65岁退休的时候呢 你只有7万4千块钱 所以呢 这个图表呢 是想说明的是 越早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那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资金就会越充裕 好 那么在不同的年龄 你呢 为退休做的准备呢 应该有不同的任务 好 你看我们这个在20多岁的时候呢 你可能才开始工作 那呢 如果你的收入比较高 比如说达到了到了到了这个八九万以上的话呢 那你就至少应该开一个RSP的账户 开始往这RSP里面存钱 同时可以给你抵税 对不对 30岁的时候呢 随着你的资产更多的话呢 你有钱可以来就是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Build a portfolio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计划做一些这个资产的配置了 譬如说有一部分是基金 有一部分是这个股票 有一部分是债券 有一部分是投资房等等 对吧 4岁的时候呢 你呢 应该继续来为自己 为你的这个退休的投资组合里面 继续供钱 不断的供钱进去 那到50岁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临近投那个退休年龄了 你这个时候呢 要更加的来花更多的心思 在怎么样为自己积累更多的退休金 争取早日退休上 那到60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你可能已经开始马上就要退休了 你就要准备一个投资策略 能够给你退休生活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退休策略 所以呢 这是人从20多岁开始工作 一直到60岁60多岁退休 那么在中间 这要每个不同的stage你要做的事情 好 那么哪些途径可以帮助你早日退休呢 我来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图形 第一个呢 是节约当前的开支 第二个呢 是取得额外的收入 对吧 这是开源节流 对吧 然后呢 利用别人的钱来生钱 再就是优化你的投资组合 那么有哪些开支你是可以节约的呢 首先你要把你每年或者每个月 你所有的开支都要记下来 统计下来 然后做一个分析 我这地方举的一个例子呢 是以夫妻两个人家庭年收入24万的这么一对夫妻 他们有小孩在上大学 这样一对夫妻呢 他们的这个支出情况 来做了一个 举了一个例子 你看他们呢 你看他们呢就有这么十主要有这么十八项支出 从支出高的到支出低的 OK 那么24万的收入最多的支出是交了税 交了四万八千多的税 占到他们的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 OK 那有房屋贷款 这也是很大的一块三万二对吧 买这个grocery 到外面吃饭 RSP 度假 曲线等等等等 这样一直下来 好 那么 你把这些 支出统计好了以后 你你就一项项的看 我有哪一些是可以减少的 是有空间节约的 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你标出来了 你譬如说买grocery的钱 花了一万二千块钱 这个呢 还是比较多的 可能会有空间来节约 外面吃饭也花了一万二 这肯定是对老外的夫妻 因为中国人吃饭 不太可能到外面吃掉一万二千块钱 这个呢 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节约的 然后那就是度假花了一万块钱 那么这个度假一万块钱 是不是还可以节约一点呢 如果你为了早日退休 有可能你还是可以 现在呢 可以这个 少度点价 本来想出国度假 可以改在国内 对吧 八千块钱的现金取出来了 花了哪里去了 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为了追踪你的支出 最好是少取现金 好 这一块呢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节约的 然后买衣服 花了七千块钱 那也是不少钱 再就是呢 下面还有一些费用 说是小孩子在大学的吃饭跟娱乐 花了四千块钱 这个也是不少的 所以呢 那一看他有这么一些科目呢 是可以考虑可以节约的 那么呢 你就再考虑从哪些方面可以从怎么样来下手 可以把这几个科目能够金额降低 好 这是怎么样的能够节纽 那怎么样能够开源呢 我们就要增加额外的收入了 比如说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OK 我们来加拿大打工时间比较长的人都知道 你只有跳槽 才能够使你的收入增加的比较多比较快 你如果在同一个雇主的地方 待很长时间 但他可能每年就按到那个inflation rate给你调整工资 对吧 所以的话你可以考虑不断的去换收入更高的工作 然后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特别忙 你也可以在业余时间再找一份工作 就有两份工作 我知道有些老外 不知道老外是有两份工作的 这就是业余时间 你可以做生意或者投资 比如说我认识的不少华人朋友 从来有一份工作以外 还有一个地产牌 还可以去帮朋友去买卖房子 租房子来赚一些佣金收入 等等或者是开一个网店 你可以业余时间 可以在网上卖东西赚钱 OK 再就是你业余时间也可以投资 譬如说买投资房 譬如说投资股票基金债券 去研究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再就是你自己的自住房 如果有地下室 你放在那里没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装修一下 也出租出去 这个也可以给你增加额外的收入 OK 然后第三个途径就是要利用别人的钱来生钱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或听说过 真正的那些有钱的富翁 没有几个是没有借过钱的 你真正靠自己的钱来一点点的来生钱的话 那是非常慢的 借钱生钱是非常好的 能够快速自付的一种方法 当然借别人钱生钱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大家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你譬如说你可以 最常见的我们华人 我们房东群的朋友 做的就是 找银行借钱贷款买投资物业 对吧 只要付25%的首付 75%都是借的 对吧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你不光会有可能这个租金收入 你还可以通过物业的增值来赚钱 用这个银行的钱来敲动这个杠杆 还有你可以用现在的房子 已有的自住房来做抵押 refinance拿出钱来做投资 那么这个呢 你借这个拿自己的钱 拿自己的房子去refinance借钱去投资 那么贷款利息还是可以抵税的 但就是如果你有那种投资性的保险 你可以用现有的保单抵押贷款来投资 这个呢 我们做的比较多 就是拿保单抵押贷款 譬如说IFA 譬如说拿保单抵押贷 借一个nino credit来做投资 再就是还有呢 investment loan 这个investment loan呢 就是只要你的信用分数足够高 你的收入qualify 你都不需要拿抵押物 OK 你都可以去借到10万或者20万 来买基金或者买共同基金 或者保本基金来赚钱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要看一下就是 你要怎样的来建立一个你的投资组合 首先呢 我们要充分 在我们建立投资组合之前 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 不同投资产品的风险和收益 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产品的基础上 你才能把他们选到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去 放到你的篮子里面去 对不对 好 在这个建立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间呢 你要优先考虑有税务优惠的投资工具 哪一些是有税务优惠的投资工具呢 待会我们要介绍 然后呢 在此基础上呢 根据你的risk return profile 也就是根据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和对投资回报的预期 来建立自己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好 我们先看加拿大市场上 有哪一些投资品种可以选择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有这么些品种 GIC就是定存债券 这是固定收益的品种 股票 投资 风红投资型的保险 房地产 共同基金 保本基金 ETF就是exchange traded fund 对吧 还有私募私贷 这就是 还有这个 commodity 就是商品 收藏品 期货 期权 等等 那么呢 下面的三种呢 都是风险比较高的产品 我在这地方呢 今天我就不主要介绍了 前面几个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好 我们先看看 这个 风险比较低的产品 他们在过去25年的回报 和风险是怎么样的 这有三个 第一 风红保险 第二 债券 第二 第三 就是GIC 就是定存 我们看看 风红保险 我们这是以永明 商赖府的风红保险账户来为例的 他在过去25年呢 平均的风红率是7.37 那他的标准方差是0.83% 这个标标准差是衡量他的风险高低的一个指标 这个数字越低 他的风险越低 就是波动越小 加拿大政府十年期的债券 过去25年平均3.8亿 然后呢 五年期的GIC 过去25年是2.68 最近呢 是比较低 这个 就是前两年比较低 最近又高点 最近利率涨高 上升 五年期的这GIC 可以拿到5左右了 这个呢 是2021年 截至的2021年底的数据 2022年 下半年发生的这个急剧加息 这个是在 是不太正常的 在历史上 历史上是不太常见的 所以的话呢 不见得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那么呢 我们这里看的是截止到2021年底 开始的 截止的那个时候的历史平均回报 这呢 是第一风险的产品 他们的回报 好 我们再看看加拿大 美国 中国的股市 这个呢 是我们比较了一下 这几个国家的股市 2002年到2022年的这个走势 过去十多年的走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标 这个纳斯达克呢 是回报率最高的 大概呢 有百分之六百多 标普呢 是有百分之三百多 多伦多指数呢 是大概有百分之两百 而上证指数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百二十几 就是回报率是比较比较低的哈 就是上涨到那么多 那百分之一百二十几 实际上就相当于就回报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因为这个一百百分之百就是就等于是没有动嘛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出呢 股市呢 是美国的股市呢 是最适合投资的 因为它的回报呢 是最高的 在过去这十几年 那我们再看看美国股市 从1871年到2021年的走势哈 这个是美国标普五百的走势 一路走高哈 我们说股市呢 我们说是长期好友理论 因为我们经济呢 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我们的股市呢 它是 所以总的来说 它是一定是不断走高的 但是在期间呢 会有很多熊市 熊市呢 有时候呢 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你比如说最大的熊市到目前为止还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那个熊市跌的幅度最深 而要回本时间 花了20多年最长 这个是股市 从长期来看 是还是可以投资的一个 一个产品 但是呢 作为我们退休的 如果是要面临退休的人 那么我们一般会说呢 你放在股市里的这个资金呢 应该不要那么多 应该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理由在哪里哈 我们这张表格呢 总结了美国标普哈 以标普为例 总结了美国股市从1900年的2020年的120年 这120年期间的熊市 要如果你很不幸在一个熊市的开端 也就是在一个牛市的顶点买 买了这个买了这个股票 进入了这个股市 你把钱投进去了 投了100块钱进去 那一进去就开始跌 到底要多长时间你这100块钱才能回本呢 好 我们可以看出来哈 这个最长的时间投的钱回本 用了25.2年 这就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期间 所以 如果说你是一个65岁的退休的老人 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仅有的100块钱 全部投到这个股市里面去 那你一直在下跌 你一直到你80 90岁的时候 你才能够回本 那所以这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因为你退休了以后赚钱的能力降低 而你又要用这个钱去支撑你的退休生活 对吧 所以呢 这是 作为一个退休人士来说呢 当你把钱放到股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风险 那么排行第二的是用8.8年才回到原点 排行第三的是用7.6年 那当然有的年份呢 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新冠的那个 回本只用了0.4年就回来了 就新冠发生的时候的那个熊市 所以呢 这是股市的介绍 好 我们再看看房子 这个呢 是05年到22年 加拿大房屋平均价格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一路走高 对吧 有下跌的 一个是08年的时候 有一点微调 往下跌了一下 08年 当时是金融危机 对是的 然后呢 是17年 见顶有跌过一次 然后呢 再就是最近的一次 就是2022年的3月份了 对吧 但是总的来说 房市呢 也是一路在走高的 一路在走高的 所以呢 它也是可以作为 你几率退休金的 一个渠道的 好 那么投资房市 持有投资物业 它呢 有这么一些优缺点 它的 最大的优点呢 是可以利用杠杆 而且风险也不是太大 利用杠杆 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买股票 你用margin account 那因为股市波动比较大 如果说你的margin 这个百分比做的比较高的话 股市一波动 你可能就会面临margin call 要你补钱 或者把你的股市强势平仓 强 就是这个 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吧 但是你投资房市呢 你可能付25% 35%的这个首付进区 然后的话呢 借个65% 75% 你利用了这个杠杆 但是只要你每年按时付按揭呢 银行呢 不太可能 让你去强制平仓 那么这个呢 最近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遇到了这个 因为利率急剧上升 有的人可能这个equity都不够这个欠的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自己主动找台阶下 就是没有说要你们逼着你们卖房子 对吧 而且又是这个月供不升高哦 或者是怎么样的 都有各种措施来避免发生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投资房产呢 它可以利用杠杆 而且风险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呢 是它很大的一个优点 再就是呢 房子是抗通胀的产品 OK 为什么前段时间疫情的时候 房子会涨得这么厉害 那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政府发了很多货币通胀 居高不下 所以呢 这个房市呢 就也在上涨 OK 那它的缺点呢 首先第一呢 就是你投资物业呢 就是会有一些费用 那么你可能要付这个地税 然后呢 还有些维修费用怎么样的 在房价高的城市呢 可能现金流是一个负数 OK 还有呢 就是有的人呢 特别怕管理租客 麻烦 这个房东群的朋友们 应该有些人都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我认识了的有一些呢 有一些客户或者朋友呢 他们就是嫌这个管理麻烦的 就避免投资房产也有 当然避免投资房产呢 就是也失去了 也没有抓到最近过去多伦多温哥华 加拿大过去这些年房市 这个大涨的这些好处 那我个人认为呢 房市呢 还是作为一个投资 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下面呢 来讲一下 基金 那共同基金跟保本基金呢 他们两个呢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待会我们讲 首先他们的架构 是比较相 是比较就是比较相似的 也就是说投资者呢 你把钱 就把它 放到一个池子里 统一交给这个基金的管理人 专业人士去管理 那么这基金经理呢 就帮你去选择 投在不同的股票 债券里面 甚至有一些投资在什么地产的 地产项目里面 还有还有这个稀有金属呀 石油里面都有 然后呢 赚取了 当他这个选了这些基金 产生了回报以后呢 产生回报以后呢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回报呢 全部都把它 又分配的到投资者名下去 把回报全都分给你 他们基金经理收了一定的管理费以后呢 多的钱就分给投资者 然后呢 投资者呢 拿到收入以后呢 要上税 如果是亏损的 他是可以抵税的 那么基本上是这么一种 架构 那呢 共同基金也好 保本基金也好呢 你呢 是根据自己 对 回报的预期 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呢 可以选择投资在 不同的风险级别的基金里面 那么他也会给你带来 不同的回报 我们这个地方呢 从左边 从左下角到右上角 基本上呢 是 风险呢 是越来越高 那么回报呢 也是越来越高 我们最保守的呢 是投资在 Money Market Fund里面 这基本上是没什么回报 你也不亏本 然后其次呢 是一些固定收益的品种 其次呢 是这个美加的 美国和加拿大的 这个股票 然后呢 再就是投资在 这个美加以外的 我们叫做 International的 这些股票 里面 然后最 回报最高 风险最大 是投资在一些 新兴市场 的股市 这些市场 或者是投资在 什么单一的品种 比如说 这个 黄金 或者是石油 这种呢 就是风险比较大的 所以呢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投资在 不同的基金品种里面 那共同基金跟保本基金 它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讲他们的共同点 前面讲过了 都是由基金经理人 去管理的 对不对 那么它的区别呢 在于保本基金 是保险公司发行的基金 而共同基金呢 是基金公司 或者说是银行发行的基金 OK 那么 他们的基别 在于保本基金呢 它呢 是 这个 有一些 遗产规划方面的一些 好处 它呢 是指定受益人的 所以的话呢 它可以 直接 人 就是这个基金持有人 保本基金持有人走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 被他的受益人继承 所以可以免掉 那个遗产鉴定费 OK 然后呢 是 可以有债权人保护的 OK 然后呢 保本基金 顾名思义保本 那么它呢 是在 基金持有人 死亡的时候 会有一个保本 然后呢 或者是在成熟的时候 比如说15年到期的时候 也有一个保本 那么目前这个保本呢 这两种保本 一般最多的都是75% 就是保你的75% OK 然后呢 这个有的 这个保本基金呢 还可以 比如说三年 锁定一次 把你的这个 赚的钱 锁定在那个地方 而这些功能呢 共同基金是没有的 OK 那那你会说 哎 那保本基金这么好 那大家不是都买保本基金的吗 也不是哈 共同基金 他也有他的优点 共同基金呢 他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呢 要比保本基金要更低 因为保本基金有他这些优点 所以他的管理费更高 那么共同基金呢 还有一点呢 他的选择会更多 而且总的来说呢 优秀的基金会更多 OK 所以具体是选择哪种基金 还是要根据投资者 自己的需求 来去做选择 好 那么前面呢 介绍了一下 我们加拿大市场的 最主要的一些投资品种 那么下面呢 我想来再给大家讲一下呢 有哪一些投资工具 是有税务优惠的 因为我讲过 你为了给自己积累退休金 在你做投资组合的时候 你呢 要充分利用 有一些税务优惠的 这些投资 OK 那么我们下面介绍 有这么四种 一个是RSP 一个是Tax Free Savings Account 然后是主要住宅 然后是分红投资型的保险 RSP呢 我们的老移民 一般都是比较清楚的 对吧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呢 它呢是上一年 赠得收入的18% 这个赠得收入呢 除了打工收入跟生意收入以外呢 也包括净租金收入 也即包括加拿大的 也包括也包括中国的 这些收入都是可以产生 海外的收入 都是可以产生这个RSP空间的 那么它有一个上限 2023年的上限呢 是30780 共款的截止日期呢 是下一年的3月1号 OK 然后呢 共款呢 可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收入 从而减少当年税款 所以大家看啊 这是RSP涉及到三年 一个是上一年 一个是下一年 一个是当年 我等一下用一个例子给大家讲 大家就很清楚了 那么投资在RSP账户里的钱呢 是免税增长的 取用的时候呢 需要100%当做当年的收入上税 71岁开始呢 这个RSP呢 必须强制转成RIF 因为政府不能够让你一直 把这个钱放在RSP里面 免税增长 对吧 他必须 71岁的时候 你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呢 来取用 71岁是5.28 然后以后呢 每年这个比例增加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大家会更清楚 RSP是怎么作用 譬如说 Martin 这个人 2017年和2018年 他的打工收入都是12万加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边际税率呢 是43.11% 好 Martin 2017年的收入的18% 就产生了一个 21,600的RSP的空间 这是上一年 2017年 他呢 要在下一年 2019年的3月1号以前呢 开设一个RSP的账户 把这21,600存进去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他这个21,600的贡款呢 可以将他 当年 也就是2018年的收入呢 降低21,600 也就是说把他的收入 2018年从12万 降到只有 10万块钱不到 那么因为降低了这个21,600的这个收入呢 他可以少交税款 9,377 就是用21,600乘以他的这个边际税率 OK 那么如果他在发工资的时候 这些税都已经预扣了的话呢 他就可以拿到9,377块钱的退税 从税务局拿到 这样做呢 RSP里面的这个21,600块钱呢 他就变成了税前的钱 对吧 因为他已经抵了税了 税已经退给你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税前的钱 今后呢 马亭要取出的时候呢 全部要作为他当年的收入上税 那么如果这个RSP供进去以后 如果这个供款人 持有RSP的人去世的话呢 这个RSP或者瑞福你的钱 在他去世之前 以前他没有用完的话 这个剩下的钱要算作最后一年的收入纳税 那么唯一的例外呢 是如果他留给他的配偶 留给未成年的孩子 或者是残疾人的孩子的话呢 他可以到时候再配偶 或者是这个残疾人的孩子 和配和未成年的孩子迷向纳税 如果这几种他都没有了 或者他不愿意留的话 那就要作为他当年的收入纳税 比如说他要把他的这个 没有完RSP留给他的成年的子女 这个时候他就要先RSP百分之百 当成他的收入纳税以后 剩下的钱才能留给他成年的子女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个例子 判离异工作30年 一共在RSP账户里面积攒了60万的退休金 他65岁退休开始 他本来是打算每年取款3万作为退休金使用的 但是很不幸呢 他用了几年以后 68岁就去世了 这时候账户里面还有50万的余额 OK 那因为他是离异的 对吧 他孩子也大了 所以他只有把他的这个RSP留给他的成年孩子或者是其他人 那么假定他那一年没有任何收入 这个时候 这50万就是他唯一的收入 那么即使是如此 这50万呢 也要交23万的税 他的边际税率是46% OK 所以我们说RSP是税务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有一个策略的就叫RSP meltdow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在你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你你就还没有满65岁的时候 你还在你开始拿政府这个福利的时候 你可以如果你提早退休的话 你可以事先你可以就是早点把RSP取出来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不影响你今后退休时候的要拿的政府的福利 因为政府福利是建立在你的收入的基础上的 那么RSP呢 他会你拿出来的时候会当成你的收入 对吧 还有一个如果你万一一直不拿晚拿了 有一天突然挂掉了 那一下很多钱要交税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呢 会有一种strategy 就是早一点 当你收入低的时候 那一年就把RSP开始往外拿 尽早的把RSP拿出来用光 这样呢就避免影响你退休以后的政府福利 还有避免了一下交很多税款 好 那么这个RSP呢 还有一个工具呢 叫做SpouseRSP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用自己的RSP的额度 将钱存到低收入的配偶的RSP的账户中间给自己来抵税 OK 比如说一般是先生收入高 太太收入低 就这种情况 那么呢 用先生自己的额度 存到太太的账下 他RSP账下 那么这个账户呢 就叫做SpouseRSP的账户 然后呢 抵先生自己的税 那么如果存入以后 三年之内 你就要把这个SpouseRSP你的钱取出来的话呢 那必须回到先生名下纳税 OK 那么如果三年以后 把这个钱取出来 可以再配偶名下纳税 纳税 那这呢 就通 就 或者是这个配偶退休 等你退休以后 这个配偶再把它取出来 这呢 通过这个SpouseRSP呢 最终可以 把这个收入 把这个钱 从高收入的一方 转到低收入的一方 去纳税 就可以用来实现收入的分摊 那么呢 在配偶 其实一岁以前呢 都可以在配偶名下供款 所以呢 这个SpouseRSP呢 他就有 这个通过夫妻之间 两个人收入 高低不同 税阶不同 来实现 收入分摊的一个 这么一个作用 好 那么我们再讲 下面一个呢 有税务优惠的是 免税储蓄账户 他是从2009年 政府才给的一个福利 18岁以上的税务居民呢 可以共换 2023年的额度为6万5 从09年到23年 如果你是 09年就成为了税务居民 对吧 那你的2023年 这么多年 14年 你累计的额度呢 是88000块钱 这是可以累计的 你没有用 都可以放在那地方累计 共款呢 是用税后的钱供进去的 共款不可以抵税 那投资收入 和增值 在里面呢 是不用交税的 免税储蓄账户的钱 任何时候都可以取用 取出来 刚才说了 不用交税 取出来的以后的额度呢 还是可以重新使用 但是你取出以后 不能在当年存入 否则每个月呢 要罚款1%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 你放了6000块钱进去 然后呢 今年放6000块进去 到年底的时候 涨到了1万块钱 那你12月1号呢 你说我要有急用 我把这1万块钱取出来了 OK 结果呢 你在12月20号 你又把这1万块钱放进去 咱们假定你一共开始 就只有这个6000块钱的空间 OK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会认为你是重复供款 会要有罚款 那么你这1万块钱取出来以后呢 你要在下一年 就是你过了今年12月31号 你再把这1万块钱供进去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第二年可能又多了一个 6500块钱的这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RSP跟免税储蓄账户 到底要优先考虑哪一个呢 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两个的相同点 就都属于政府给予了税务优惠的注册账户 都可以用来投资股票 债券基金定存 私募等许多产品 不同点的是 RSP里面放的钱是税前的钱 在账户里面免税增长 取出来的时候百分之百 要当做当年的收入上税 那么你到底要上多少税呢 就取决于你当年的边际税率是多少 也就是取决于当年你加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收入 你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 而免税储蓄账户你的钱呢 他放的是税后的钱 税后的钱放到账户里面免税增长 取出来的时候呢 是完全免税的 他有点像一个镜子的两面 一个是镜子外面的那个影像 一个是你看到的镜子里面的影像 他是相当于有点是相反的 那么RSP呢是适合于中高收入人士 低收入人士呢 优先考虑可以用免税储蓄账户 如果资金都充足的话呢 那你两者呢 我建议呢都还是应该共喊进去 我们再讲第三个有税务优惠的投资工具 是主要住在 他的定义是全球范围内一对夫妻 每年可以指定一套 这个房子呢必须用于自住 即使每年只住很短的时间呢 也是可以的 房屋周围少于二分之一公顷的部分 属于主要住宅增值部分 在卖掉的时候呢 增值是完全免税的 OK 那么 我们在想利用主要住宅免税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的这个是你 房屋的使用费用和免掉的税款 你在这两者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因为你如果买一个很大的房子 他的这个地税高 对不对 然后维护费用也很高 那么你两个人 譬如说你就两个人住在里面 又太大了 你这么高的费用 其实是不合算的 对吧 但是呢 你房子如果买的大呢 他同样的增值的百分比的情况下 那你增值的 那个额度会更多 那相当于你给你给自己 赚取了免税的这个 增值就越多 你就越合算 你可以免掉更多的税款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两者呢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 我一般会建立呢 是在你 利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 你可以买一个呢 比较 自己住的比较舒服 然后呢 又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贵一点的 这个主要住宅 这样的话呢 基自己享受的生活 然后又可以呢 享受他的免税待遇 OK 再就是 如果 你 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两个三个孩子在家里 那你的主要住宅买大一点 等到你退休以后 就只有两个人了 你也不需要那么大的面积 然后呢 你也不想支付那么高的费用 也不想麻烦去打你 那你就可以当塞子 你的主要住宅 这样的话呢 你 大房子卖了 换成小房子 你可以多出额外的一笔钱 一笔免费的钱 免税的钱 免税的钱 来作为自己的 这个退休金来使用 再就是如果说到退休以后年纪比较大了 如果你退休金不够用的话 而你的房子主要住在又已经付清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拿一个reverse mortgage 就是拿这个房子反费出来 把房子去抵押 然后呢 贷款 要银行每个月点一笔钱 来作为退休金来使用 等到人走掉的时候呢 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 这个先把银行的钱还掉 余下的钱再留给小孩 是这样一种方式 也是脑外经常使用的 就是 就是来 来生成退休金的一种方式 reverse mortgage 第四种有税务上优惠的退休工具呢 就是免这个 封红投资性的保险 它是一个免税的投资工具 那呢 我们呢 用这个封红投资性保险呢 我们这里讲呢 是用它来做一个退休计划 我们叫保险退休计划 它是这样 具有投资特性和免税功能的封红保险 与抵押贷款结合起来的一种投资方式 它适合的投资者呢 一般是你退休了最好是能够10年以上 身体要比较好 收入比较高或者净资产比较高 早期呢 不需要随时将投资变现 适合这样的投资者 那么它的作用原理呢 是在你退休 还在工作的时候 退休以前呢 你就每年呢 把钱 每年放一笔钱 放到这个保单里面去 那么退休以后呢 就把它抵押给银行 OK 你就去拿退休金来用 等到被保人过世的时候呢 这个保单赔出来以后呢 这个death benefit 先把欠银行的钱还掉 剩下的钱呢 留个beneficiary 大概是这么一种方式 保险退休计划 那么这个风筒投资钱保险呢 保险它有什么优缺点呢 最大的优点是保本 保险公司 保证你是不会亏本的 而且回报稳定 当前的封红率呢 在6%左右 过去30年平均大概8%左右 它是第二大优点是完全免税的 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早期变现能力呢 会比较差 你如果说 我一年交10万块钱 你交个一两年呢 你就说我没钱交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是会有损失的 所以呢 这个是分红投资性保险 第四种 这个有税务优惠的投资工具 好 那么 当我们把四种有税务优惠的 这个投资工具 也就是为你积累推休金的工具 用完了以后 你还有多余的钱怎么办呢 你就要放在非注册账户里面了 那么这个非注册账户呢 是需要纳税的投资 你放进去的是税后的钱 对吧 你取得的投资收入都需要上税 这个账户呢 你就到银行开一个账户 或者基金公司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非注册账户里面的投资呢 我们产生的收入呢 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利息收入 或者是海外收入 譬如说你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你拿到的这个股息收入 就属于海外收入 它跟利息收入一样的 百分之百 都要作为当年的收入上税 那第二类收入呢 是你买了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么加拿大的这些公司呢 你从他那里拿到的那个分红的收入呢 它的税率是比较优惠的 怎么优惠呢 减去已经跟加拿大政府已经交过了公司税 那么在安省的公司税是12.2号26.5这两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从加拿大公司拿到的分红收入呢 收入呢 它是税率上的是比较优惠的 第三类呢 是资本增值收入 简单一点说就是你买卖股票或者基金的差价 这个呢有一半是完全免税 只有50%要当成 当做当年的收入上税 OK 那么至于说要上多少税 这个呢就取决于你的边际税率 也就是说取决于你还没有 你还有没有其他收入 比如说你有打工收入 要加到你的打工收入上面去 然后呢根据你的边际税率来上税 OK 但是总的来说投资收入 这三种投资收入 税务上最优惠的是资本增值 其次是从加拿大公司拿到的分红收入 税务上最不优惠的就是利息收入和海外拿到的股息收入 OK 那么需要纳税的投资 投资房也是需要纳税的 对吧 主要住在是免税的资本增值 不交税 但是投资房不管你赚的是 租金收入 净租金收入 还是你的资本增值 都是要交税的 那么净租金收入是百分之百上税 卖掉出租物业以后 拿到的增值部分呢 是百分之五十需要纳税 其实税务上还是比较优惠的 对吧 然后呢 因纳税款的多少呢 也取决于你的边际税率 好了 前面 全面介绍了 你能够在加拿大市场 你能够选到的投资品种 来为你的 来来为了你的退休 去做准备 还也全面介绍了 加拿大市场上 有税务优惠的一些投资 一些投资的这些工具 还有这个 没有税务优惠的 他的这个投资是怎么上税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怎么能来建立你的投资组合 首先要评估自己的 risk return profile 就是看看你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 你希望有多高的回报 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这个问卷可以让你来做 OK 来 你把那个问卷的问题回答完了以后 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投资者 因为有的人呢 他是可以承受风险的 那么呢 你能够承受风险 你往往回报呢 会相应的高一些 有的人呢 他不能承受风险 那你就不能够去做那种风险很高的投资 那你的回报呢 往往会低一些 这个呢 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OK 那么一个rule of thumb 就是一个我们叫大幕子原则 这个呢 比较常见的一个大幕子原则呢 就是我们只考虑股票跟债券的情况下 就是equity和bund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选择这两种投资品种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投资 我们讲的就是bund跟equity 在我们CFA的那个book里面 学的主要就是这两种 什么房地产呀 什么这种都是属于alternative investment 都是属于另类投资了 OK 传统的就是股票跟债券 那么他说 你的年龄的百分比 就是你应该放到bund里面的这个百分比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70岁 那70%你应该放到风险低的 固定收益的债券里面去 只有30%你应该放到股票里面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大幕子原则 OK 因为年纪越大 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低 还有如果说 你投资不同的这些产品 有基金股票 债券等等 那么你产生固定收益的产品 要优先放在RSP和免税储蓄账户里面 因为前面讲过 当你赠得的是 当你赠得的是这个利息收入的时候 那么他是百分之百要上税的 而RSP是延税增长的 而免税储蓄账户是完全免税增长的 放在里面的话 你就基本上现在可以不交税 再就是有税务优惠的产品和有在海外纳税的产品 要放在非注册账户里面 因为注册账户的空间是有限的 对吧 RSP和免税储蓄账户不是你无限可以放的 不是你无限可以买的 你只能用完你的额度 你就不能用了 如果 那么所以你要在你的注册账户 RSP免税储蓄账户和非注册账户的中间 对你的投资主国正进行一个配置一个分配 要做一个allocation对吧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有税务优惠的产品 那你就放在非注册账户里面 那你要要交的税也是会比较少的 对不对 还有呢 那如果你有在海外纳税的产品 譬如说你买的美国的股票 那么呢 你在美国的股票拿到的股息收入呢 他可能跟你事先扣了10%的预扣税已经扣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股票放在RSP 或者免税储蓄账户里面 他本来是不上税的 你在美国扣了4%的税就白扣了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放在非注册账户里面 那么他美国扣的10%的税 是可以抵减在加拿大的因纳税款的 OK 当然这只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做法 一些建议 那么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你也可能可以考虑到不同的一些角度 也有不同角度的考量 也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有时候呢 不是说白跟黑那么明确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是财务规划的一个金字塔 当我们来去做我们的 配置我们的资产 进行家庭财务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我们一般都要按照这个金字塔 来放置我们的资金 你看从下到上这个金字塔 风险越来越高 这个收益也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呢 就是说你首先要放保障存 应急资金 自助房 保障型的人寿重病保险 OK 然后保障存 布置好了 再有多的钱 你就放在保值存 这就是定存 债券 风红投资型的保险等等 完了以后呢 再考虑增值存 股票 基金 投资房 最后呢 如果你还有多的钱 你能够承受风险 你再把少少的一部分 放到投机程序 那么这个呢 是中产阶级呢 如果你按照这种方式 来进行家庭财务规划 你们家庭 你们家里财务状况 才会是一个稳固的 那么至于说 这个高净值人群的话呢 那他可能 因为他们资产高 他们可以冒更大的风险 那么呢 他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一个 金字塔的形状 那么他可能在增值存 投机存 可以放更多的钱进去 那这呢 是我们 中产阶级 在做 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呢 要 一定要考虑的 这个金字塔结构 好了 前面我们 讲了这么多 都是讲的 为退休做的准备 退休以前的一些安排 那下面呢 我要讲一下呢 就是 退休 以后的财务安排 那么退休的 财务上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就是通货膨胀 OK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最近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很高 据说已经到了六七去了 我这个表格呢 是讲的 按照我们正常的通胀率呢 加拿大是2% 3%左右的样子 你看在这种通胀的情况下 你今天的100块钱 到了30年后 他就只价值41块钱 也就是说 你要243块钱 你才能够 有相当于今天100块钱的购买力 这30年以后 那50年以后就更多了 更过分了 那这张表格呢 是我根据平均通胀率2% 来预测的 假定你现在要6万块钱的这个 今年要6万块钱的生活费 你现在45岁 根据2%通胀率 你60岁的 你65岁退休的时候 你就要89000块钱 才相当于现在的6万块钱 你80岁的时候 就要12万块钱 他的购买力 才相当于现在的6万块钱 所以这个通胀呢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于退休者来说 那退休以后 怎样抵御通胀的影响呢 有这么几个建议 你应该把部分投资 放在可以跑赢通胀的品种上 譬如说股票内 地产内 这个是抗通胀的 那投资呢 放在 可以把利益期投资呢 放在可以根据通胀率调整的 债券年金上面 OK 那有些是债券年金 是可以根据通胀调整的 再就是最大化利用 根据通胀调整的政府福利 因为我们的OS也好 GNS也好 这些东西 它都是根据通胀调整的 所以呢你要争取 这一部分政府福利呢 尽可能拿到的更多 OK 再就是 降低开支 然后呢 如果在退休的早年呢 你可以选择part time工作 如果你怕你的退休金 不够抵御通胀的影响的话 好 那么 退休以后 怎样来实现你的税务上的优化呢 这呢 有两个东西 有这么几个东西可以利用 一个呢 是利用pension income amount减税 这个pension income amount呢 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long refundable tax credit 不可退税的一个减税金 它只要你有退休收入 在你的税表上出现了退休收入呢 你就会有这一个pension income amount 对吧 那么这个联邦呢 是2000个省呢 从1000到2000不等 它可以减税的额度呢 是可以减掉350到450 这根据省份不同 不同 就可以给你降低这么多应纳税款 那什么东西 哪一种退休金 可以有这个pension income amount的减税呢 这个是雇主的退休金 包括部分海外的退休金 包括中国退休金都可以 瑞府 还有65岁 65岁以后 RSP转成年金取出来 是可以 使你有这个pension income amount的 那不符合条件的是 CPP QPP OAS RSP正常的取款 是不符合条件的 这是一个pension income amount 第二个方法呢 是利用退休金的分摊 pension income splitting 来减税 这个呢 同样的 不能够用pension income amount的 这些呢 它是不能够进行pension pension income splitting的 对吧 CPP QPP OS RFC regular 都是不适用的 它的作用原理呢 就是 当一个人有退休金的时候 或者两个人都有退休金收入的时候呢 它会 我们的软件会根据你们的两个人的收入了多少 自动的呢 会把一部分退休金从收入高的那一个人 名下减走 加到收入低的那个人名下 它的实现呢 尽可能的实现两个人的总收入两个人的因纳税收入越平均 那么你们要交的你们家要交的税是越低的 所以呢 它是通过这个pension income的这个自动的给你分配呢 来分摊 使两个人的收入呢 更加平均通过这个方式来减税 OK 这是pension income splitting 还有一个呢 是利用spouse RFC进行收入分摊 前面讲过了 什么叫spouse RFC 对吧 好 那怎样争取退休福利的最大化呢 这个呢 我们先来看看 有这么几点 我们要看看 cpp呢 是最早60岁可以领取 65岁开始领取标准金额 每提早一个月 每个月少拉0.6 每推迟一个月 每个月可以多拉0.7 所以呢 你看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看 到底你什么时候开始拿了 OAS也是一样的 最早65岁可以领取 每推迟领取一个月呢 可以多拉0.6% 好 那么呢 有的人呢 觉得我们家有常数基因 我应该是可以活很长寿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推迟拿cpp跟OAS OK 但是如果很不幸 你要是说 你往后推迟 对吧 你说我晚一点推迟 我准备推到70岁拿 很不幸 如果你68岁就挂掉了 那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 一个赌博一样的 自己去判断 再就是RSP 刚才讲的RSP Melt Down 你可以在你65岁 可以拿老人金之前 你就把RSP取出来 那呢 今后呢 RSP不用当成个人的收入 就不会影响你的老年福利 再就是保险退休计划 我前面讲过的IRP 这个呢 是很好的一个退休收入的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的保险退休计划呢 是通过保单抵押贷款借钱 来作为退休金使用的 借钱是不用算作收入的 就不会影响你的政府的老年福利 还有T系列基金 T系列基金是基金中间的一种 那么它的做法呢 是早期的时候呢 从基金里面取钱 相当于是本金的返还 那本金的返还呢 是不用当作你的收入的 所以呢 也是不会影响你的政府的福利的 有这么一些方法可以用 那我们看看 正因为有上面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取求退休金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64岁以前 我们就要回答这几个问题 你应该提早领CPP吗 因为65岁以前 你CPP是可以60岁开始领的 对不对 那免税储蓄账户和RSP 你先取哪一个呢 65岁到71岁之前呢 之间呢 你也有这么一些选择 你是需要推辞CPP到70岁开始领吗 还是你要推辞OS也到70岁才领吗 对吧 免税储蓄账户RSP 还有 这个是到底先拿哪一个 还有你什么时候把RSP 转成瑞福 你要把它提早转成瑞福或者年金吗 因为RSP转成瑞福跟年金以后 你才能够有pension income amount 前面讲过 你才能进行pension income splitting 你RSP的正常withdraw 是没有 是不能够有pension income amount 也不能够进行splitting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要 当你临近 或者在退休年龄的时候 这些是你要做的选择 好 怎样安排退休以后的投资 我有这么几点建议 避免投资个股私募等风险很高的品种 要注重现金牛 因为你年纪越大 你 你的收入 你没有工资收入了 对吧 你主要都是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如果投资受了损失 你能够把它recover的可能性呢 就越小 而且你还要不断的 每个月从里面拿钱作为退休金使用 对吧 所以呢 你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低 但就是因为你需要每个月有现金 那你要注重现金牛的投资 好 五年以内你需要动用的资金呢 我建议你把它放到GIC里面 OK 这个GIC呢 是定存 OK 这个有一个strategy GIC 什么意思呢 你五年以后要用的 你可以放到五年的GIC里面 你有一部分钱是四年以后要用的 有一部分钱是三年用的 有部分是两年用的 所以呢 你这个GIC呢 你就每一年都存一部分GIC 到期以后 你就可以把那个GIC动用了 来做为自己的退休金用 因为年份越高的GIC 你赚的interest越高 对吧 而五年到十年之内 你需要动用资金呢 你因为年份比较长 你可以放在债券 平衡资金或者是房地产里面 那十年以后才需要动用资金呢 你可以放在股票型资金房地产里面 也就是说 你要根据你你这些资金的使用的年限的不一样呢 来放在不同的投资品种里面 来满足自己不同阶段的投退休生活的需求 对资金的需求 好 那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 有的退休者呢觉得哎呀 生怕担心过于长寿 然后会导致 人还 人还在 钱没来的局面 所以呢 在台退休的时候呢 省资金用不舍得花钱 不舍得出去旅游 不舍得玩 OK 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 有可能是 你人都挂了 你的钱还有一大堆都没有用 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个结果 对不对 那我这张表格呢 就说了一下 给大家先看了一下统计数据 我们是用的是16年到18年的数据 加拿大人 各个省和加拿大的数据 在出生的时候 全加拿大的人男性平均寿命 就是出生的婴儿 平均寿命是79.9岁 女性是84.1岁 能够活到65岁的人 加拿大男性 他能够活到的那个 平均寿命呢 是84.4 女性呢 是87.1 那也就是说呢 当你65岁退休的时候 加拿大人平均男性能够活19点 还能够活19.4年 女性呢 能活22.1年 对吧 这是平均 平均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落到这个区间 那如果你 你省吃减用 你准备今后 可能能够活到110岁 120岁 但是那个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那你前面这个 这个退休以后 前面这些年省吃减用 那你的生活水准不是都很糟糕吗 就不合算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和你安排自己退休以后的这个 这个生活 不要这个为了 为了这个能够活到100岁 而降低自己的这个早期的退休生活的水准 好 那么这个具体来说 怎么安排退休以后的消费呢 我们又分成这么三个face 第一个呢 叫做勾勾face 勾勾 使劲的跑 因为这是70岁以前呢 你身体还比较好 你还可以到处玩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到处去旅游 如果你担心退休金不够呢 你这个时候 你身体还比较好 你可以考虑呢 做一份part time工作 来补贴退休的生活 对吧 第二个阶段呢 是70岁到80岁左右 这个时候呢 身体还OK 但是呢 不如70岁那么能跑得快了 所以我们叫做slow go face 这个阶段呢 你可以downsize你的住房 这样呢 你有了更多的投资 可以带来你带来这个现金流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搬到生活费用更低的地方去生活 比如说我知道有些老外 他退休以后就搬到什么乡下的cottage去生活了 对吧 这样呢 生活费用更低 房子呢 也更便宜 80岁左右以后呢 一般来说呢 就可能腿脚不那么凝便 或者有一些病不能到处跑了 这个叫做no go face 那么这个阶段呢 如果你退休金不够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reverse mortgage 因为过去这个退休了 退休以后这个可能有20多年 你把退休金花的差不多了 你现在可能唯一剩下的就是你一个已经付清了贷款的主要住宅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reverse mortgage 因为你可能80岁以后 你去日也无多了 你也不在乎把这个房子做一个reverse mortgage OK 好 那虽然我们说大概率呢 是65岁的人是活到80多岁 对吧 但是呢 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比较长寿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一个健康的65岁的老人长寿的概率哈 如果现在是你是70岁的老人 夫妻中间有一个人 啊 不是 现在65岁老人 夫妻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活到70岁的概率有99% OK 有一个人活到95岁的概率也有36% 还是蛮高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 不要 有一天落到人还在前面那种凄惨的境地哈 那呢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抵御过于长寿的风险呢 我们看看 首先避免将投资都放在收益很低的产品里面 OK 那么我前面也讲了 你根据你这个资金需要的年份的不一样 你把它分在不同的投资民众里面 如果你是10年以后才需要的 你其实应该把它放在收益比较高 然后风险相对大一点的产品里面 这样你才能够保证 你这个能够保值增值对吧 退休早期呢 坚持partum工作 然后呢 将RSP或者瑞福转成annuity年金 或者呢 用你非注册的账户购买年金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来重点介绍一下年金了 年金呢 是抵御过于长寿的风险呢 这个呢 中间呢 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好 我们看看它的优缺点 优点呢 是永远不会没钱货 规避了过于长寿的风险 收入是固定的 也规避了市场波动的风险 缺点呢 是 一旦这个钱买了年金 你就失去了对资产的控制权 你不可能一次性再取钱出来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今年65岁 我 未来抵御过于长寿的风险 我就把100万买了年金 然后呢 导险公司告诉我呢 我从65岁呢 哪怕我活到150岁 我每年也可以拿到5万块钱的固定收入 不管活多久都能拿到5万块钱 OK 等到 几年以后你说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想把这个100万里面我没有花掉的 没有取的钱 我把它全部拿回来 因为我儿子要换一个大房子 我想把这个钱给他 行不行 不可以 年金一旦你买了 把合同签订去100万给他 你就不可能把他再拿回来了 OK 这是他的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他的回报率呢 相对是比较低的 因为年金 他 税务局 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银行 不对 保险公司要保证你不管活到多久 你都有钱花 那他不可能给你很很高的回报 对吧 因为这个他是完全要保证你没有风险的这笔钱 所以回报率呢 是比较低的 第三个呢 是你有可能没法给收益人留钱 那就看你这个年金怎么选择了 好 待会我要讲 好 年金的内别呢 又分成 三个人 负中生 就是你可以买我 比如说我买自己 一直这个年金付到我此为止 或者是两个人联名负中生 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联名 负到第二个人走为止 OK 这是负中生的 当然这是年金中间做的最多的 也可以买只负定一定年限的 你比如说我想 我现在放一百万 我就只要保证今后二十年 每年有钱花 这就是负一定年限的 然后呢 也有保证支付时间的 OK 那 就是我如果说我没有负到多少时间 你比如说我本来是负中生的 但是我现在呢 我只付了五年 我就挂了 那呢 我可以选择 我即使挂了 我也要保证 我这个负面的这十五年的钱 要付给我的受益人 我的孩子 OK 还有固定数额的年金 我要有多少固定的数额 还有根据物价指数上调的 就是每年根据通胀上调的 OK 好 那么决定年金领取 数额的因素有这么一些 首先你放的本金是多少 你放一百万 当然比你放十万拿的多 这是肯定的 对吧 你的年龄和性别 因为他 这个精算师要看看你能活多长 年金的类型 年金的功能 当前的利率和年金 开始发放的时间 那么 你买年金的时候呢 你可以呢 把各大公司的年金 保险公司做一个比较 这里有一个网站 可以比较 加拿大所有的保险公司的年金 的不同的价格 有一个网站叫做 lifeannuity.com 你可以自己去查 好 我下面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年金取款 怎么样作用的举例 这个65岁的 这个一个人 他存入10万块钱 他是单人年金 就只管他终身的 那么 20年 需要有20年取款保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现在放10万块钱进去 对吧 如果我是一个男性的话呢 我 副中生 我每个月呢 可以拿到430多块钱 那 如果我 65岁存进去 20年是85岁 对吧 我如果一直活到100岁 120岁 我每年都是拿438块 是老三 那如果很不幸 我没有到85岁 我拿到10年 我到75岁就死了 对吧 因为你有这个20万的取款 期限保证 所以的话呢 你 这个 尽管你只拿到10年 对吧 那你从第11年到第20年 应该取的钱 他会给你的小孩 这就是20年取款保证的意思 OK 那么女性呢 是 每个月呢 取420块 4毛8 为什么男性比女性取的多呢 因为女性的寿命更长 那保险公司会 大概率会给女性 更长的岁月会给更多的钱 所以男性呢 每个月呢 就让你取的多 OK 这是第一种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20年取款保证是什么意思 那么第二种呢 咱们就说 同样是65岁 乘入10万块钱 也是同样干人 中生年薪 没有取款保证 就是刚才同样的例子 我我存10万进去 男性每个月拿509块6毛8 对吧 我没有取款保证 所以呢 我这个就拿的比上面这个 有20年取款保证的 要高挺多的 要高了70块 70块钱去了 好 那如果说 我65岁买这个年金 我67岁 拿了两年 我就挂掉了 那我不是 只用了两年的钱吗 我一年用6000 我才用了12000块钱 对不对 用了12000还剩88000 那怎么办呢 对不起 88000被保险公司收走了 你的孩子拿不 不可能给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拿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取款 7000保证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两种年金 是这样作用的 好了 那我呢 今天的讲座主要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么多 下面呢 我呢 就是刚才说的 Carol代税务保险理财息谈 我有这么16个讲座 我们是 基本上想做 每两个星期呢 我们做一次访谈 然后希望呢 今年8 9月份 能够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节目呢 全部都做完 而且全部会放到YouTube上面去 大家随时想看的时候都可以看 然后呢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 我们主要是两块业务 一个是税务财务规划 我们做个人税 公司税的申报 和家庭整体税务安排 然后呢 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 这些是我 这个是我们的强项 然后呢 公司的注册注销 会计不计 财务报表等等 还有资产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信托计划 OK 这是我们的强项化 那么第二块 业务呢 就是保险策划 那呢 我们做的 我们做封红保险 还有其他人说保险 大笔旅游保险 我们都做 那我们做的最多的是封红保险 我们的保险客户呢 做到一定的额度 会是我们的VIP客户 可以享受我们终身 免费的税务财务咨询等服务 那么最近这两年呢 还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IFA保单抵押贷款了 这个呢 这方面呢 我也是挺有经验的 做了不少客户 所以呢 大家有 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的 这些需求呢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最后呢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最好的方式是用微信跟我联系 可以扫我的二维码 我一般来说 你有任何问题 你向我提问的话呢 我一般都会 就是尽快回答 或者要跟我们单独约见 都可以 通过微信加微信的方式 来跟我联系 我一般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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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